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 其实科技的发展为机械行业带来了巨大的机遇 今天的上海名人坊 我们要请到的是这位Manfred Auto Academy的创办人 他是Henry 吴锦玲 会带我们走进汽车技术培训的世界 您还在寻找着理想的室内设计 烦恼着新家的装修 装修价格不透明 MoveOver就是开启您梦想家园的那把钥匙 成立于2018年的MoveOver 旨在打造透明化装潢市场 性价比超高的一条龙家居装潢 建立室内设计师平台 平台有超过200个专业设计样本与透明的定价 依照您个人的风格 喜好 预算 打造您的梦想家园 MoveOver创始人Linia 也在马来西亚装潢业 获得了多项大奖与业界的高度认可 室内设计师的博乐 业主们的快乐 尽在MoveOver ID Choices on the Go 点击以下链接也获知更多详情 Manfred Auto Academy生特技术培训学院 成立于2011年 是一家坐落于冰场的技术培训学院 而创办人Henry 吴锦宁 旨在以教学质量为使命 深化教学改革 积极培养行业人才 欢迎收看第十季的上海名人坊 你好 我是您的主持人Hazos辉锦 那我们说很多父母都非常希望 孩子能够有一技之长 那我们说到这个一技之长 其实呢并不在于 你的学业一定要多好 或者是你在读书方面 或者是你在某一个领域某个专业 是有特别好的这个成绩 其实呢所谓的一技之长 就是我们常说的 条条大路是通罗马的 今天呢我们欢迎到的是这一位 他是Manfred Auto Academy的创办人 有的是Mr.Henry Hello Henry 你好 嗨 你好主持人Mr.Henry 你好 你好 那其实我们说到这个Manfred Auto Economy 它其实一开始的创办的原因是 因为你本身家族本来是在经营 这个维修汽车的行业 然后误打误撞之下 也算是一个机缘巧合之下 你就有了这个想法 想要创办这个学院 对对对 其实是张文在开始我毕业的时候 因为当我开始丰富毕业的时候 我的家人就是有给我一些的选择啦 就是看我要往那一个方面去发展 因为我本身对自己的写力不是 都了解啦 对自己的写力不是很好 尤其是在马来西亚这个 马上马来西亚 就是我在这一个就是真的是 无法达到我自己本身的要求 所以我就觉得说 我倒不如就试试这个技术行业啦 所以我就从这个技术行业 就开始去读这个汽车维修 但是那个时候 其实在求学期间 应该也没有想到 未来我是要走这一行 是可能毕业了之后 爸爸突然间给了你这样一个机会 问说要不要尝试 然后才决定是一是的对不对 对对对 其实那时候就毕业了之后 就真的是了解清楚了之后 最重要的是父母亲他们都就是跟我说一句话啦 当你做了每一个决定之后 你就不要后悔 所以我会跟你自己讲 我没有考虑很多啊 就是觉得说做吧 是 而且其实刚才Henry有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 也就是学历不好或者是可能成绩不好 所以说未来没有这个出头天 因为很多时候真的是靠的是出来社会之后的那个经验 跟你如何去面对还有你的这个身上有的一些技能 是如何让你去赚一口饭吃对不对 对对对 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嗯 就是说我们了解就是说一样就是 呃现在的科技 当我在那个时候就是开始去读书的时候 就是读这个技术课程的时候就开始就了解说 一个汽车已经已经开始的进入了第二个风波了 就是开始它的技术一直在进步 所以那时候我就正巧的也是想说是否真的是去赌多一些这种知识 回来之后或许可以帮父亲就是去打理一些就是说比较未来的汽车 就是那时候我们的年代就是我们最方面就是那时候就是很多技术师傅啊 都是都是专讲的就是软件这一块 OK 所以现在已经是已经走电板的这个引擎了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就就真的是想去呃就是说接下来你真的是要跟父亲就是 就是进行好这个生意 就是是不能缺少的 真的 对对对你 不管你的血力是到那个水准但是这个知识本身都要去进修 对而且其实像刚才henry有提到的就是技术的这件事情真的是日新月异 也就是以前可能我们在使用的一些引擎啊或者是一些技术知识或者一些维修知识来到了所谓的电板的话呢 以前的旧的这个技术知识感觉上你知道那个理念但是他不能完全的使用在新的技术身上了 对对对对对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你是直接就接了爸爸的生意 然后开始去做维修这一块吗 还是你先进修 那时候就还没有开始去读的时候 就是在找这个课程的时候就开始跟父亲去 开始去做一些副业啦就是帮他去做一些小小的维修 先去了解了解之后那时候就真的是跟自己说真的是一定要去读 所以那时候我就做好的准备就去进修这个课程 就是想说接下来的这几年的路在我父亲这个行业 我们必须要定下一个目标要怎样去走 是其实像你刚才说的就是先尝试就是做当就是你的一个小小的副业 去了解去认识看自己喜不喜欢 这其实恰恰也是你们Manfred Auto Academy的一个优势之一 也就是学生们他每一个试读的课程就一个试读期 那如果发现在试读的过程当中 哦自己真的是很不喜欢维修汽车的话 那没有关系你们可以不继续读 但是如果真的喜欢的话才开始付钱 对对才开始做 我决定了之后就开始的去交互学费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因为我相信就是因为有些学生 他们本身就是对于好像有些家长 就是说一个概念就是今天我孩子面对到学历的问题 尤其是男生 就先说会不会把他先去给他去做这个修车这一块 就是因为很多家长都懂马来西亚里面车是巨多的 这个行业大家父母亲都认同 如果你真的是对于学历不好 你就去做修车了 所以在我的理念就是说 因为有些孩子是因为出自于家人给的信息 但是来到我们FIRD我时常就会用一种鼓励方式 就是看他们真的是否在这个行业 就是会不会真的用心去做下去 这个还是比较希望说 接下来的年轻人就是能够用心去看好这个行业 所以我们希望说他本身用心的去了解了之后 他真的是能够接受 就把这三年里面的课程真正的去掌握好 其实刚才有提到一个重点就是我们很多时候会认为成绩不好 可能你以后就没有出头天不过并不是这样的 只是他们对于学术方面 或是对于文字方面是不擅长的 不过他们往往就是在维修汽车 或者是在其他的一些手工类 或是一些技工类方面 是非常的有了解 非常有天赋的 所以刚才你说到的是 你们的课程包括了三年的课程 里头其实有SKM 然后还有Diploma等等 对就是开始的时候我们就会先让学生 就是从马来西亚技术文凭 SKM Level 2 就是让我们去开始先 因为SKM Level 2 我时常会跟家长这样说 就是因为SKM Level 2 它对我们本身的第一个想要做技术也是很重要的 为什么 因为它就是你读完毕了之后 你就可以凭着这个SKM Level 2文凭去找工作 OK 因为我们都是马来西亚的人 所以SKM就是无口婆人 在我们马来西亚是最重要的 在我们技术这行业 所以接下来就是我们SKM Level 3 就是好像说 以后你有想说去开店做维修 还是想要进修一些 好像说一些比较电脑讨论的东西 我们就会放在SKM Level 3 所以SKM Level 3 现在很多父母亲都会鼓励孩子去上这个课程 也就是说SKM相等于普通的学校的学生的SPM 对对对 那如果他想要自己经营生意的话 那就是SKM Level 3 对对对 OK 那这个之后呢还有什么样的 之后呢就是我们想让学生就是说 你今天为什么你要去读那个Diploma Diploma是一个比较深的一个我们讲说这个知识啦 就是汽车维修知识 因为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就是我们想要让新一代的年轻人 就是说不光我只是会修车 但是我会把这个汽车的理念就是跟顾客去分享 就是在Diploma这一块其实是我们拿的这个英国的IMI Diploma 是非常棒的 因为当我们去了解很多的时候 它其实是可以帮补助到学生 就是说当你在同时在维修汽车的时候 你有信心的会让顾客了解说你汽车目前的状况 我们需要怎样去准备你的故障 然后之后再给你知道说你要怎样去做维修 OK 我们是会比较建议说希望说更多的学生 就是会再往这个Diploma这一块就是 再去了解的更多 再去读的这个知识更多 而且像你说的这个Diploma的IMI的Certificate 其实它是全球所有国家都受到认可的 它是国际性的一个文凭 所以我们的学生也有凭着这个文凭去了 新加坡都有 甚至到Australia做工都有 但是为什么他们要拿着这个文凭出国 是马来西亚的维修市场饱和了吗 还是什么 不是不是不是这么说 就是因为我们可以说一句话就是年轻人 有机会出国想要去国外去闯一闯 如果你拿马来西亚技术文凭是说 我们所了解就是在新加坡那边 暂时性他们还是需要到Diploma的文凭 所以Servitica如果SKM 我们到那边就是会面带到一些学生的问题 所以接下来就是我们比较推广就是 学生如果你有Diploma在IMI的 因为我们历年以来就是很多个学生的见证 已经出到国外都可以做过 所以我们对他非常很有信心 因为国外都能够接受不管是说我们开始在做这个IMI的教育的时候 所以我们学生真的是也本身到国外也拿到也可以到那边去做过 所以我们觉得说年轻人是应该要去往这个方面去学习了 可以到国外去看看多一点市场 去了解一些国外的汽车修车行业 然后回来之后 赚够了回来之后 在马来西亚贡献 是 而且其实 我们说这个一季之长往往 就是不要让你只是限制于一个国家的发展 如果你以后可能想要移民到其他国家 或是你可能想要到不同的国家去体验生活的话 凭着这个文凭其实你可以到不同的国家去经营 或是去赚一口饭吃 或者是去发展去发挥 对对对 那你们的这个学院也就是Manfred Auto Academy的优势 除了是有试读班以外 你们也是提倡小班制 对 我们最比较注重的就是小班制 因为我们认为小班制就会让学生跟老师 还有跟我们就是会比较清晰 为什么 因为太大班制的 我们觉得在这个技术这两年里面很快就过了 然后有些学生就是真的写得到写不到 我们就比较担心 我们是希望说他们在这两年到三年里面 在我们Manfred里面就是小班制 能够掌握到很好的技术 嗯 所谓的小班制跟大班制的区别在哪里 大班制是有多少位学生 小班制是多少 马来西亚的技术课程其实我们一个班制可以带 一个老师可以带25个学生 OK 这是政府规定的大班制的模式 对 所以我们历年以来的小班制就是我们班制的学生是不会超过15位 嗯 所以我们把班制的学生就是希望说他跟老师给一些知识的时候 老师能够装注到每一个学生他们是否真的了解 对 而且维修并不像是老师站在课堂对着100位还是4050位学生说了之后 大家明白就好 他是必须要自己亲自下去操作的 对对对 嗯所以小班制来说就比较容易让每一个人都可以上手学习 可以让更多父母亲放心了 嗯 就是因为小班制问题没有这么多 对 那是在上课的时候的那个模式是怎么样的 就是我们的模式就是理论就是theory就是20% 我们more focusing是80%的practical 嗯 就是让学生他们本身就是用手去做的机会会比较多 OK 所以我们技术课程就是当你日常的去做你的经验就会慢慢的累积 嗯 你经验慢慢累积之后 就是说当你面对到某某种的好像汽车想要拆一些零件的时候 你的感觉跟你的那个知识就会给你马上 马上的想要说我要把你拆出来就很快的我就知道我说 我要做什么东西 对对对对对 是 所以这样子来说的话你们的上课时间也就是普通的上课时间 九可能是七点上课一点下课那种感觉吗 对我们是九点半上课 嗯嗯 然后十二点半下课 下课之后就是 十二点半开始就是到五点半 OK 所以是一整天的上课的模式 嗯 因为我们这个模式就是希望说接下来的年轻人就是 就是当他们往技术这行业发展的时候 他们就是跟外面的做工的时间就内似差不多要接近 嗯 就是跟让他们去习惯了 因为以前如果我们是在中学读书的时候就是现在有可能是到三点 某某些周期都已经到三点了 对 对对所以我们觉得说我们就把这个时间就规定在五点吧 让他们就是就是每一天习惯了这个时间 嗯 那这个所谓的学习到的操作的理论啊或是理念啊 它不只是限制于有一个demo的汽车让你去操作而已 对 还有实际的真的发生问题的客户的汽车 嗯 对他们已经习惯了 就是我有让他们知道说现在我在开始在学院 所以他们也觉得说还是很放心的给我去打理他们的汽车 讲真的我也是很感谢他们 是 对于顾客对我们的信心 对 接下来就是我们就是开始就是让他们就是有比较实体的去接触这些有故障的汽车 那其实刚才你有分享到就是上课的时候 学生们除了有一个是让他们demo就是学习去维修汽车的那个汽车以外 还有实际的客户的汽车 但是客户们不会担心吗 就觉得啊我的车真的有问题耶 你要派你的学生上场 对 其实在这一方面我们其实也是蛮担心顾客的车面对到问题 所以我们就就时常就会把这个project就是说会让学生还是老师他们 其中一个就是project manager 嗯 就是让他们就是跟学生就是一辆汽车如果有故障的我们就会大致上就会分成三到四个学生 知道了之后接下来我们要怎样去拆更多 嗯 所以在这方面的时候我本身有时我会去进入就是尤其是欧洲的这一块 就是我本身会去进入了之后让他们知道说你必须要从那边去开始 OK 还有跟老师跟学生他们一起去接触啦 嗯 然后之后就是分享一些需要你注意的东西是什么 嗯 还有一些教会他们就是汽车一进来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做一些ratify 就是汽车来的时候是什么故障开始 要把那个问题写下来 就一个基本的SOP 对 基本的SOP 就是定下来 定下来之后 当然你还要检查汽车的外观是否有没有被创过啦 嗯 因为我们不想有跟顾客的arguing 所以我们就把这一块的东西 时常就会写一个报告给顾客先 嗯 让顾客能够明白他当下的汽车的状况 所以接下来之后我们就会建议就是我们学生把一些建议写出来之后 就是让我们了解之后 我再去跟老师跟学生看是否他们给的建议是对的吗 嗯 如果这个建议有一些就是不妥当的 我们就会稍微的就是让他们去从对的方式去解决去看些 嗯 去了解了解之后我们再让顾客知道 就是你所面对的汽车的故障就是这几个零件 嗯 必须要去做危险 但是顾客也不需要太担心 因为是有一个老师带着四五位学生一起去看 对对对 之后我们就会把一些故障的问题就是 就是检查到的就是做一些拍摄 嗯 就是拍拍拍拍拍 我学生是蛮厉害拍拍拍零件 对 就是拍拍之后就是要他们保存 就是要他们保存 就是要求他们的那个角度 就会解决这个问题 OK 解决问题之后 问题一解决之后我们 当然还有一些就是video 就是让顾客知道你的汽车的状况 还有我们测试的状况之后 理所当然也是要把汽车洗干净了 嗯 洗干净了之后我们再把汽车交为顾客 所以我们历年以来就是开始的去做到现在就是 就是顾客其实对我们的这种的一个方式去处理都觉得 嗯 可以说很满意 很满意就是 或许他们有一些小小的好像complain都好 因为学生都会面对到出去去做工 也有顾客会complain 对对对 我们要教他们怎样去面对顾客的complain 嗯 然后之后再去聆听顾客的complain 然后之后我们再去做多一次的检测 是 对 其实那个投诉也不是学生做的不好 只是因为客户对于零件上可能一些不了解 或者是学生对于客户要维修的东西没有达到一定的共识 对对对对 所以就会导致我本来要的是这个东西 那你做的那个东西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 我就把这一块东西就时常让学生他们觉得说 在读书的时候就有这种的一些少许的知识 所以他们以后出去做工之后他们也不觉得说 对于顾客的complain他们会逃避 就是赶赶的去面对再去解决顾客的问题 对但是刚才Henry提到了一个重点 你说profile就是要拍照下来 对对对 也就是说其实学生们在找工作的时候 也需要一个resume 然后也需要告诉大家 就告诉他的下一个老板 我曾经修过这样的车这样的车 对对对对对 这是需要的 对对对需要 其实我们就是在manphone里面不光是在读书 我们许是也帮学生在帮助他们在 找工作 就是属于他们维修世界的步伐 就是他们曾经做过的一些档案 是处理过一些什么汽车 然后这个汽车的故障是他们怎样去解决 所以接下来的老板就是 有可能会看到我们的这些manphone的 那个学生的profile 我就会看到他们 其实他们对这些车他们都有修过 就是我们也希望说商家的老板就是对于我们manphone 多一点的信心 就是对我们manphone所做出来的就是学生 就是多一些信心 对 而不只是理念上的就是 如果我知道这个汽车发生这个问题 我就怎么样 他是真的是实际的操作过了 对对对对 那我们了解了上课的部分之后 考试的话怎么样考呢 考试的话其实我们就是每一个学生 就是他们当他们在manphone 我们讲说before他们进入政府的考试的时候 就是他们玩每一个页我们就会说 如果今天他玩了一个topic 就是maybe我们现在 SK Level 2在汽车维修就是12个module 他完成了一个module之后 我们就会给他们就是一个考试 就是在manphone里面就是会老师他们监督他们的时间 你能够最快的时间是多久时间 达成你的SOP 就像采取零件你的SOP 你的时间 我们会专注在这一点 OK 没办法达成的话呢 我们再给他再四多一次 四到他成功为止 哦 对 因为像我们这样子的SOP 来规定他们去进行考试 当他们政府官员来的时候 因为很多时间都是一样的 因为你还年轻嘛 你要政府官员来他们会很大的压力 对 尤其是政府官员在看他们考试会紧张 所以 normal就是SKM 就是考试就是 你必须要在完成了 我们讲说 Sea Government Malaysia的那个portfolio 完成了之后 就是他们要进入就是 政府的一些knowledge assessment 就是knowledge assessment完成了之后 只要你过关 接下来就是practical assessment 所以practical assessment的时候就是 他们真正是要凭自己的技术去做 就是说政府官员已经规定了 今天你要做的是SOMO title的ASM 所以你必须要去完成整个这个模式 是 而且这一点很重要 就是你要确保他完成了module 1 module 2 然后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去达成 而不是可能他一下子交了12个module 让人家发现 哦原来他这个学生第一的不会 那个是第三的不会 这第四的不会这样子 OK 所以我们就确保每一个module 因为他们都能够掌握到一个percent 就是他们的信心 因为信心就可以看到他们在做 这个考试的时候practical的时间 嗯 他们能不能很好的去去完成这个job 这个是比较重要 对而且这个也是学院对于 学生的这个进度上面的这个细心了 那为什么考到SKM了之后 本来就会修汽车了嘛 为什么还要进修diploma 这个很重要 对 因为Diploma里面呢就是他们要写一些很多的报告 就是写一些报告让顾客更多的去了解 嗯 因为Diploma里面就是说很多他们要怎样去 因为SKM里面它会比较少会在意 ratify 就是正所谓就是只要他们走进去了Diploma 你就要写会怎样去ratify这个form 嗯 对症下药 对症下药 对症下药就是比较重要 因为现在这个英国的水准是蛮高一些 为什么 因为他们也希望说 顾客就是维修员 嗯 顾客就是有的困难 维修员能够很好的去让他们知道这个故障在哪里 嗯 然后你换的零件了之后 是否对的还是换错的零件 嗯 还是你就是说换了这个零件不对呢 你再换其他的零件 是 所以Diploma这个哲学就是 真的是需要到我们学院就是 就是老师不管还是一直要提升他们的技术维修 加上我本身自己 嗯 一直要进修 对 才能够达到那个level 是 而且从Manfred毕业的学生 其实大部分都完全没有受过任何的就是可能商家 或者是合作的老板的投诉 就是可能他们还学习不到位等等完全没有投诉 而且有一些还开始经营了自己的生意了 对对对 我有几个学生都已经开始自己 创业 创业了 哇太棒了 对对对 那这个Manfred其实从2011年创办到现在 应该是一个11 12年的经验了 对对对对 这段期间你们看到了那么多学生的成功 那未来你们会有什么样的计划跟打算 对就是未来的计划打算就是 当初就是我本身想要开始这间学院的理念 就是一路来都没有忘记了 嗯 就是说我们了解到一样东西就是 尤其是对于家庭比较经济比较中下的家庭 就是想要给孩子更好的生活嘛 我们讲到就是这一块我们时常会看到就是 有些孩子真的是打工打道了 他们会觉得辛苦没有办法 因为找一口饭吃都是必须要做下去挨下去 但是其实维修这个行业里面 让我看到一样东西就是他跟创业是一个流距离 就好像我爸爸给我的一个机会 在我以前读书出来之后他给我的这个机会 就是我觉得这个机会我更加要把它达成 嗯 就是帮助更多想要创业在这个汽车维修 那时候爸爸给了你什么样的机会 就是蛮开心的就是 开始就做维修员了 嗯 就是从维修开始了 开始到我了解说怎样去销售的时候 就是父亲也是 当然也是会看我的维修的业绩 对 最后就把生意交给了你 对 就开始把这个维修的时候 就是很开心的就是 父亲把了一个部分就是交给我去经营 是 所以这个是从你自己本身不断的进修学习之后 把这个一技之长变成了自己的生意 变成自己的事业 对对 让大家其实也可以看到 其实维修汽车可以闯出不一样的一片天 嗯 那未来接下来你有什么样的打算 或者是 呃 学院的这个方向跟计划又是什么 对 接下来我们学院的计划就是 一次会开始就是 呃 因为我们在仇备着 就是在这十年里面 嗯 我们要打造更多的企业 就是在这个技术维修 这个汽车技术维修的行业的 呃 呃 呃 这是我们的学生 我们开始就是会呃 就是说 我们已经开始的去打造一个新的创业的哲学 就是我们自己的经验把这个哲学bring up 然后之后我们也grade一些新的apps 就是让我们的学生 就是说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就是很多维修老板 就是面对到的一个问题就是 今天当我开始要去跟顾客交流 我还要去收钱 我还要去掌管account 本身第一次开始出来创业是完全是没有时间的 甚至上有些account都没有真正会去读过 对对对可能要请书记啊等等 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system已经grade grade在一个apps里面 然后就是让学生只要通过我们的这个培训 就是说怎样去创业的一个平台的培训 跟这个apps之后我们就会带着他们走下去 那我们可以让更多的老板就是说 对于他们的员工就是变成帮 我们接下来的目的就是 就是希望说会带上马来西亚更多的年轻人 更多想要创业的 在这个汽车维修这行业的 希望他们都能够梦想成真 是所以它就再也不是一个日复一日的维修工作而已 那么简单的 对对对 好那今天听了Henry分享的时候呢 真的是觉得吸收非常的多 获得也非常多 就是让大家看到其实在维修这一块 或者是我们有时候说的有一技之长呢 它不只是限制于让你每一天可能睡醒了之后 就日复一日重复在这件事情 反而你可以想办法的就是让你的这一个手工 或是让你这个技能 你的这个技术变成你未来的这个事业 变成你接下来要发展的这个方向 所以呢我们在Henry身上也看到 其实维修汽车也可以闯出不一样的一片天空 那今天这个访谈呢就到这里 先暂时打住了非常非常开心的 所有的在线上或者是在我们的这个镜头前面的朋友们呢 今天和Henry一起的来去感受去体验 同时也去了解关于汽车维修这行 我们也希望Manfred Auto Academy可以越做越好 那再次的掌声让我们感谢Henry 谢谢 马来西亚第一个经济实惠的市内设计线上平台 MoveOver自2018年成立以来 旨在创造三营战略 打造透明化装潢市场 建立市内设计师平台 保障消费者得到品质保证 欲知更多详情 可以浏览MoveOver官网 MoveOver.com.my